巴西政府周四以总计27.2亿雷亚尔约合5.2亿美元的价格拍卖了该国15个机场的30年特许经营权 据报道,西班牙一家公司以24.5亿亚雷尔约4.7亿美元价格获得了其中11个机场的运营权 其中包括位于圣保罗的孔格尼亚斯机场 近年来,巴西一直指望通过国有资产私有化来摆脱经济停滞 拍卖后,巴西交通运输业的私有化率预计将从目前的75.8%提高到91.6% 巴西全国工业联合会代表瓦格纳卡多斯表示 特许经营权的拍卖将有助于改善机场的建设和运营 他说,之前拍卖的机场现在已经开始盈利 企业投资机场基础设施改造时不需要像政府那样进行公开招标 直接聘请建筑公司即可 他将帮助巴西的机场更快实现现代化并显著提高运营效率 高运营效率